老爸 Eddie 你是阿兔啊 對 你出去 這個台灣人會不會請你吃東西 有時候會 就是有些台灣人真的很熱情 然後有一次我去一個餐廳 一間餐廳 然後就開始 就有一個台灣人開始跟我聊天 我跟他聊了一下 就聊得很開心 結果他就幫我出錢 他就說跟你聊得很開心 請你吃飯 那餐廳吃多少 我吃大概一百塊 下次記得吃多一點 不過Eddie比較特別 你是來台灣兩年之後 你就要來台灣 對 就是第一次來台灣是待一年 然後回去一年多 那你又要再來 你爸爸媽媽同意嗎 他們本來就同意 第一次就同意 因為他們還蠻開放的 那他知道你這次來要待那麼久嗎 他們大概可以感覺得出來吧 因為我就 我回澳洲的時候就 他們知道我很愛台灣 然後就打算長期在這邊 所以他們大概可以感覺得出來 那聽說你回澳洲那一年多 你懷念台灣的聲音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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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些 霸王 好吃的霸王 沒有啦 以前是 豬油雞 好吃的豬油雞來的 但是 沙窗沙門 哇 對 以前我在台中的時候 幾乎每天都被那個聲音吵醒 然後 那時候就覺得 很煩 我就想睡覺 然後 但是我回澳洲之後 我就真的很懷念 被那個聲音吵醒 因為 很特別喔 還有垃圾車的聲音是不是 還有垃圾車 我也是 每次回法國 聽不到垃圾車的聲音 我就會很想念台灣 我喜歡台灣的平靜 我喜歡台灣的靜靜 因為土耳其 一來台灣 你只是台灣很安靜 我覺得沒有 至少沒有人睡邊 你去哪裡啊 台灣很安靜嗎 你還好嗎 你是在佛光山那邊 上上是不是 你去佛光山嗎 沒有 你去土耳其看 紅綠燈突然變綠色 後面 欸 台灣沒有 沒有耐性 這裡有耐性 喇叭聲 對 就土耳其沒有耐性 突然 不過 Eddie你來台灣第一天 你又被搶劫喔 也不算 就是有人試圖 想要搶我的皮包 然後他就站在我旁邊 我那時候在過馬路 然後 他就有點 把手放在我皮包上 然後我就 看著他 然後他就 用一種眼神 好像 我應該給他我的皮包 就是他很想要我 把我的皮包給他 然後我就覺得 還是不要 然後我就 就馬上把他搶回來 然後就跑掉 你有看到我的眼神嗎 其實真的也很希望你皮包給我 好 反正我沒有 裡面沒有錢 所以沒關係 可以 台灣什麼東西好吃 很多 我很喜歡吃 蟲爪餅啊 或者是 臭豆腐啊 你為什麼來台灣做改吃素 我之前在一個佛教的電視台工作 所以那時候 就是每天都會接觸一些佛教的一些經文 然後 你在澳洲 你在澳洲牛肉很有名的 對 所以你從小是吃牛肉的 有吃牛肉以前 對 然後 來台灣之後完全戒掉 對 因為我那時候就每天都聽到那些佛教的一些理念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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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也會播那種屠宰場 動物被殺掉的一些影片 然後我一開始 其實我原本就想吃素 然後 我就看了那個 就是屠宰場那個影片之後 真的就下定決心要真的吃素 就看到那些動物被殺掉 那你現在回澳洲就也不吃肉了 對 我不吃肉 我覺得現在澳洲吃素比以前方便 有些因為現在比較流行 比較多人在吃 對 所以 現在餐廳都有一些餐點可以點 那你的夢想是要成為台灣女婿 為了這個夢想你做了什麼準備嗎 做了什麼準備 就是努力的去找女朋友 但是 對 對 那 就是 沒有 我就那時候 那個報導寫說想要當台灣去 那 我覺得那是遲早的事情 因為 我的女朋友這 九年以來都是 就是台灣人 對啊 所以我想說 沒有很急著要當台灣去 就是說 我覺得那是遲早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 對啊 那問一下那個 雷米 這個是在 對 八八風災 對 那個時候你已經在台灣了對不對 對 已經在台灣 你在法國沒有看過這種災難對不對 沒有 這麼可怕的災難沒有沒有 沒有看到 這是在哪裡 就是在林邊 林邊 對 平東線的林邊 那時候我在法國 我在台北 看電視 然後我們北部人都沒有想到 有 就在中南部 在南部 摩拉克颱風有 這麼嚴重 然後就 我看電視就哭了 大哭了 其實他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 然後就 我跟我朋友聯絡 他們都 都很忙 都沒有時間下去 然後我就 馬上跟那個 法國山 跟他們聯絡 然後就 他們剛好有 有團體到 到南部去 去救災 然後我就加入他們 這就是幾雷米 對 我就 就在三天 在那邊三天 到現場看才更恐怖 很可怕 可是 知道我有幫忙 災民 讓我很 很 非常的 很開心 幫忙 台灣人 可以啊 為了台灣付出啊 所以應該的 所以 你也幫台灣 那台灣人在 比方說你去吃飯的時候 會有人請你吃飯嗎 付錢嗎 送菜給你吃嗎 我不知道 我知道 這是我的毛病 我喜歡親人家吃 你喜歡親人家吃 對 今天晚上你可以表現 他有一個心得是說 在台灣坐輕人車 千萬不要讓司機知道 你會講中文 對 為什麼 也不然他會 其實吳鳳有在他的書裡面 他也有談這個 也不然他會一直講 講個不清 一直講啊 討厭 一直講 馬上講法文 我講土耳俠 他說 台灣這個政治 看他的方向是什麼 足球還是任何一個東西 看他的主題是什麼 如果一開始講話 我媽想拿我的手機 心得爸爸哇哇哩 一起來給你 這樣 哦 他怕了 我開始去 要不然完蛋了 會怎樣 會怎樣 一直聊天啊 沒問題啊 會很囉嗦 會一直講 然後 很多警察說自己 他們會想要跟老外 談政治的關係 談政治 對 對 我覺得那個總統 他們會想說服你 他們的那個立場 好像我們要多票 OK 我幫你 我只是你的總統 我說下次不要選他 選我啊 我跟他們都講 對 尤其是選舉之前 他們就是你上計程車 他們一定會問你說 你支持哪一個 馬英九還是蔡英文 你都經歷過馬英九跟蔡英文嗎 然後他們就會 然後我可能就不想要說 因為怕他們把我趕下來 然後他們就會說 他們就會說 開始講他們的立場 然後一直想要說服你 對啊 然後就覺得 就一直聽他們講話 那你的印象 說服你投馬英九的 和投蔡英文的比例 大概是多少 比較多是藍黨的吧 我覺得 我印象中 對比較多 因為你在台北 馬英九 對對對 說服你 進這時期說服你要投馬英九 對對對 然後就一直在批評另外一個黨 對對對 什麼都有 其實什麼都有 那個很喜歡 譬如說同意啊 也有 然後當然很有 獨立也有啊 然後很喜歡馬英九的也有 什麼都有 實際是真的很厲害 真的我覺得他們真的很厲害 那千萬不要跟計程車司機講 我在趕時間 為什麼 因為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就是那個 我第一次去面試 想要去面試的時候 然後我有點趕時間 有點快要遲到 然後我就跟計程車司機說 不好意思可以麻煩你稍微開快一點這樣子 然後他真的每一個紅綠燈都闖 然後沒有一個紅綠燈是不闖的 然後我就嚇死了 我就因為在歐洲我們 計程車司機比較不會闖紅燈 那是你叫人家快啊 對對對 但我沒想到他會闖紅燈 其實 我以為他可能會開快一點點 然後我就那時候真的在抓 有啊有啊我曾經 我曾經問過一個巴西人 那你家這裡有沒有給人家多一點錢啊 好像有真的 因為我以為我會遲到很久 結果我提早兩分鐘到 他真的開得很猛 他就真的 就這樣冒生命回去 你知道他要收多少罰單嗎 很多耶 他是為你 真的他是很熱情為你 對啊對啊 所以有效 發現台灣的小黃司機 他們好像都有看過哪一部片 那個法國片叫那個什麼Taxi 因為他們都開得很快 對開車有點像 有啊我曾經遇過一個巴西女孩 她是從天母 然後我一直覺得很誇張 我到現在還沒有辦法實際去走過這樣子 怎麼可能這種速度 天母到台北火車站你就要開多久 天母到台北火車站至少要半小時吧 17分鐘 我跑步應該要30分鐘 跑步齁 天母跑步其實不太需要什麼塞車的問題 天母跑到台北車站只要30分鐘 他很會啊 他很會跑步耶 嘿 你知道天母到台北車站多遠嗎 你要整個中山北路 其實可以喔 對呀 從中山北路 從天母到台北車站30分鐘到17分鐘 我覺得有一點快 因為台灣的路不算很大 台灣的台北的路其實不算很大 然後真的很危險 如果真的要開快的話 我真的危險 因為幾次那個Taxi 那個Scooter 就是真的很多 然後紅綠燈也很多 所以呢 真的有一點 對 17分鐘有一點 對啊 真的很可怕 他們知道怎麼開的 所以進行車司機跟你談的 除了政治之外都問你什麼 嗯 女朋友的問題啊 你在台灣有幾個女朋友啊 一定有幾個 對 那你都怎麼回答 六七個 我說 嗯 我最近只有只有八個 他說我也要我也要 最近只有八個 然後呢 最近比較不忙啊 只有八個 然後他就笑了 還是很 還是公司司機很 我覺得公司司機比較冷漠 我覺得台灣的公司司機很急 不知道他們 很急 對他們趕快去撿他們 這很急 然後就 因為公司上很多人啊 安全第一 可是他們還是看了 他們不會跟你聊天啊 公司 工作司機比較難聊天 因為他們很大 然後乘客那麼多 現在說司機通常 就乘客大概只有你 或者是兩三個人嘛 再來是工作司機 他就是為了做業績 因為他 我有再更多的乘客 他才能夠算 沒錯 所以他不會等你坐下 才要出發 所以有時候有一些啊 老媽媽老公啊 他們還沒坐 還是他會趕快 然後他就會覺得 我要看到 全世界的公車最不急的 就是京都 對 所以各位到京都 一定要坐一下公共汽車 因為京都人口老化很嚴重 所以老先生老太太很多 如果你趕時間 你千萬不要坐公車 我覺得台灣也不算很急啊 我覺得不算很急 我以前在土耳其 那個時候很久以前 在土耳其 一個公車 我們大概 那個時候是公車 大概24個人 我們是66個人進去 還有三個人在車廂裡面 三個人在車廂裡面 怎麼可能啊 你說什麼六十幾個人 他的這個總統 24個人可以坐進去 對不對 容量是24個人 24個人 我們那個時候是66 坐66個人 66個人 那個時候大概十年前 還有三個人在車廂 行李廂 行李廂 行李廂裡面 還有三個人在那邊 把行李廂的蓋子 可以開出 你不是說你來台灣 就當土耳其大使嗎 我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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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講事實啊 沒有 事實 沒有我們都愛我們的國家 但是如果我們再不喜歡一些 我們自己國家的事情 要說出來 比如說台北 我不喜歡台北的路 很爛啊 有很多洞啊 可是這個是我們對實惠的付出 要不然每天這樣 都很好 這樣子不可能 所以呢 實話是真的 我們一定要說出來 先休息一下 現在還這樣嗎 沒有現在改變了 現在改變了 一千顆爆 66個人 這個要花工車禍不得了啊 不得了 不得了 不得了